王小姐 妳這次是因為牙周病來看牙齒 那我們看牙周病的時間也很久了 那妳跟我們分享一下這段時間 從大概十年前開始看牙周病到現在 那因為之前看牙周病好像 光是靠牙科的技術比較難控制 對 反覆一直發炎 然後一段時間以後就又會發炎 自從您是介紹改變椅子以後 我就覺得整個牙周變得比較健康 然後原本有一顆以為已經很嚴重了 然後這次也有救回來 因為那顆真的是非常嚴重 我都覺得我算是救很多牙齒的醫生了 可是我還是覺得它有可能會被拔掉 可是沒想到你的飲食控制的那麼好之後 我們竟然把它留下來 那我們今天就一抹做腳牙了 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有一些比較容易發炎的地方 也覺得整個都改善很多了 對 因為我在臨床上看到也的確是改善很多 所以我們應該有妳的例子可以很確定說 牙周病的治療不只是牙科的技術 跟飲食的控制是讓它有很大的關係 而且妳的體質也改變了 那跟我們分享一下 尤其是妳的糖尿病聽說 我的血糖變得比較穩定了 然後比較不會掉髮 睡眠品質也改善了 還有精神狀況比較好 所以血糖改善然後睡眠品質改善 頭髮比較不會掉 妳頭髮掉很久了嗎 很久了 那還有精神也變了 那我們來聊一下妳的血糖 我昨天的血糖才好像86 那妳說妳糖尿病已經十幾年了 17年 那17年來大概都在多少 一開始還有創作在100多 那幾年就都在200多300多都降不下來 所以200多300多已經是10年的時間了 維持很久了 維持很久了 所以就造成那個手腳的末梢神經 就有點會麻木 是是是 所以現在手麻也比較沒有 手麻比較改善 腳麻也有改善一點 是是是是是 最主要是我們整個血糖 從十幾年來從200多 那經過飲食控制 不僅是牙周病變好 那血糖也降到100以內 100以內或是100出一點點這樣 難怪身體感覺會好很多 比較輕鬆 對 輕鬆很多 好 謝謝妳跟我們分享這個 太謝謝妳了